前面講的是登陸 接下來我要講 你期末怎麼去計算出來 只要提煉呆帳 去利用的經驗 那我提了呆帳的費用 有兩個方法 換行這邊有位子 這邊可能前面有兩個位子 旁邊還有一個誰 那個空照 是那麼後面 這邊有兩個位子 然後徐家衛 這邊有個位子 好 太後面了 然後那個安全的話 這邊有個位子 每一個地方好安 所以就那裡 後面有兩個方法 這邊有個位子 好 快啊 這邊有個位子 尤其妳有桌子 妳有桌子 好 好 我想我的客人 今天要上來 好 我想妳應該不用那麼 那麼辛苦用電腦的東西 好 好 下一張真的很難掌控 好 因為 筆片是很容易看 好 因為現在我們都看得到 但是呢 平板或者是手機不還難看得到 看得容易 我們這個小小人的頭 其實呢 會看得到說 什麼意思 你從他手裡面揉揉揉揉 好 好 所以呢 那幫大家找到 應該會有什麼 好 這滿很多位子啊 剛好我們都把這個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發完討片 結果今天就 上個禮拜連續我真的是 好 好 我說這樣只有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 然後呢 接下來就沒了 那今天呢 看起來又有兩萬個考驗 好 我想這幾乎十個活用 好 我們待會可以 我們要留點時間檢討討片 那如果有信 我們還可以給你們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談的是這個 我的金額怎麼算 那我們說呢 我們有兩種方法 一個叫做損益描法 循益描法呢 我們要叫做什麼 銷貨百分比法 更精準一點 應該叫做 奢銷百分比法 因為我有奢銷 才會有產生運收帳款 因為我有運收帳款 才有帳款收復回來的問題 用現金交易中的這個問題 好 所以呢 如果更好的 就叫奢銷百分比 但是奢銷是因為 如果我們記錄的時候 我們有 我們的銷貨收入可以看得出來 有多少是現效 有多少是奢銷 那我們就用奢銷百分比算 是最精準 更精準 更精準 相較於銷貨百分比來算 會更精準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的帳戶上面 並沒有辦法很清楚看得出來 有多少是現效 有多少是奢銷 有多少是奢銷 那我們會用銷貨百分比 好 那因為我說了 我都是根據過去的經驗 我的銷貨收入裡面 有多少發生帳款收不回來 所以這個是看你過去的奢銷 的方式來做 你的估計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個也叫做搢銷一條法 衛生交搢銷一條法 因為它的這樣的一個提閱方式 可以滿足的是收入費用配合的原則 因為我呈現這麼多的收入 那根據過去的經驗 這麼多的收入裡面 有多少錢是發生帳款收不回來的 該帳 所以我們用這個計算 依這個標準 或者是依這個估計方式 來計算我的該帳費用 所以這個叫做損益表法 又叫做 如果它這個計算的方式 是根據銷貨或是奢銷金的來計算 好 另外一個呢 叫做資產負債表法 好 另外一個叫做資產負債表法 它的原因呢 因為它的這樣的計算 是能夠讓我的資產負債表 反映出最接近的市場價值 所以它的資產都在表法 那它的做法呢 我們叫做應收帳款以額法 好 根據以往的經驗 我期望呢 應收帳款有多少錢會收不回來 我是根據應收帳款的實現的金額 收得回來的金額 會變成現金的價值來評價它 所以我們要叫做資產負債表法 因為要根據應收帳款 估計 假設我有100萬的應收帳款 但是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100萬的應收帳款裡面 大概只能收回98萬 如果我成為2萬塊的貸帳 對 貝底貸帳 好 那因為我就是什麼 在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頭允當的 或者是這個充分揭露出來 我的應收帳款的市場價值 對 它又叫做資產負債表法 也就是說這種方式計算出來的貸帳費用 是你能夠什麼 目的是能夠顯現出來應收帳款的 什麼最接近實驗的實施 如果用這種方法呢 我是能夠最能夠反映出 我收入跟費用配合之下都產生的 好 那資產應收帳款呢 其實是根據應收帳款的總的金額來算 就是呢 如果我要更精準一點 好 這個叫什麼 帳靈分析法 好 帳靈分析法呢 就是根據應收帳款的時間 會過期的 過期30天 過期60天 過期90天 過期180天 以上 我根據每一個帳款的時間長短來評估 會過期的 可能它發現的貸帳率會比較少 可能1% 那如果已經過期180天了 那很可能我這個要收回它比較困難 因為會要收 要付款的 或者是遵守它的信用的 大部分都在我們雙方交付我時間內 就不清付款了 那當然人來面有時候不太方便 所以它會脫穎一點點 其實脫穎到180天了 可能它的困難點就很大了 所以它帳款修復了 機率就很少 可能就有50% 如果根據每個帳款的過期跟未過期 先分出兩類 那過期就再根據過期的時間長短 來給予不同的壞帳率 所以這個叫做帳靈分析法 那因為這個都是根據應收帳款來算 所以它都算是資產負債表法 好 先告訴你 有這兩個方法去計算 我期末評價的時候提略的金額 但是要提略的金額之外 就是提略的金額呢 有這兩個方法 那講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看那你怎麼算 邏輯都知道了 但你也都清楚了 接下來要看你怎麼去算出這個數字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用基本上面的例子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呢 市立四 好 市立四的189頁 它說呢 清新公司差五年的奢銷進入有250萬 然後呢 差五年底的應收帳款也是888,000 然後調整前被理貸帳的貸余有17,000 那請你根據下列的這三個方法來計算它 差五年度要提列的呆帳費用 就是差五年底調整所要做的科目的金額 第一個是消貨百分比法 好 那它告訴我收加金額 沒有告訴我的現象啊 沒有告訴我消貨總金額 所以我就把它等齁 因為這數字上面只有一個嘛 就是跟消貨有關係的只有什麼 只有250萬 所以呢 如果根據那個運收帳 消貨金額的百分之一 來提列呆帳費用 所以你要記得它給你的條件是什麼 所以它會不會給你的是消貨金額 不會給你總額 因為消貨的總額裡面有可能發生什麼 折扣啦 退回啦 責讓 所以如果你在計算它的壞賬率的時候 百分之九十九喔 好 其實記得 它大部分都會是給你的消貨金額的百分比 好 那給你總額的話 那有其他的數字 你要把那些其他的什麼消貨折扣啦 消貨折讓你退回的數字都扣掉 好 這些提醒一下 好 像這個例子來講呢 我竟然是奢銷金額是250萬的百分之一 所以我就是借待帳費用 百分之一就是兩萬五千 所以如果根據這個方式去計算出來的話 那我的資產不在表的 有關於應收賬款的表達方式會怎麼表達 我的資產不在表 好 應收賬款 八十八萬八千 減掉貝里呆賬 得到我們這個叫做應收賬款的淨變現價值 淨變現價值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檢毛 就發過來表示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因為調整錢 好 他已經告訴了 告訴我們說 調整錢貝里在上的餘額是代帳一萬七 好 他告訴我調整錢是一萬七 現在我這邊是代帳兩萬五千 所以調整之後我有四萬兩千 所以我反映在我的資產負債表的貝里代帳 就有四萬兩千 大家看得懂嗎 所以我的淨變性價值 如果在直接從 在我的消貨金額百分比法 或是消貨百分比法 或是純易表法之下的應收賬款的 那個淨變性價值 在我的資產負債表表達出來是八十四萬六千 好 這是第一個 如果我根據消貨金額百分比來提列我的財帳費用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呢 他另外一個方法是根據什麼 根據我的應收賬款的百分比 好 應收賬款的財帳率 所以如果根據應收賬款預額的金額來算的話呢 他的財帳率是百分之五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在我的資產不代表裡面 好 另外一個方法 應收賬款八十八萬八千 裡面呢有百分之五收不回來 所以八十八萬八千的百分之五 也就是我調整之後的被抵代賬 換言之呢 我的應收賬款裡面有百分之九十五收得到錢 百分之五收不到錢 所以我調整之後的淨變性價值是八十四萬三千六百 好 也就是說我八十八萬八千裡面呢 有百分之五收不回來嘛 所以我有四萬四千四百 我先寫這個地方就要告訴你說 因為根據我的賬名分析法 根據我的應收賬款百分比來算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運收賬款的餘額裡面 有百分之九十五收得到錢 有百分之五收不到錢 所以我反應在我的資產負擔格裡面 就是我的被抵代賬要百分之五的話 就是四萬四千四百 好 所以我百分之九十五就是八十四萬三千六百 收得到錢 好 這是我要得到的這個結果喔 所以我們就要回過頭來看 我的分數要怎麼寫 好 這是第二個方法 因為我的科目都一樣啊 背抵法期末調整的時候 我調整之後要44,400 這個數字是這裡來的 44,400 所以這個數字從哪裡來這裡來的 好 一樣都是什麼 調整之後的餘額 那我的 如果根據我的資產負債表法 我是先知道我調整之後的餘額再去推 那我前面已經有一萬千囉 所以我就要調整多少 兩萬六千 六百嗎 好 兩萬七千四百 我可以加上去這文章好 好 所以我要調整的時候 我的金額就是兩萬七千四百 因為調整前有一萬七 加上兩萬七千四百之後 調整之後的金額就會四萬四千四百 又一樣 好 所以我調整的分路就是兩萬七千 兩萬七千四百 要看懂嗎 所以如果是資產負債表法 指的是我調整之後要有的金額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要考慮 我的調整的金額就會受到 我調整錢被領帶賬有多少金額 等一下 如果是消貨百分比 不管我之前也有多少 因為我只管我當年有多少的消貨 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消貨裡頭我多少收不回來錢 所以我跟我調整錢的被領帶賬金額是沒有關係 是不用列入考慮的 但是如果你根據帳明分析法 根據那個資產負債表法的時候 我算出來是調整之後要有多少金額 調整之後要有多少金額 所以我的調整金額就會受到 調整錢的約有多少的影響 所以這個例子 因為調整錢有一萬七 所以我為了要調整之後 有四萬四千四百的代方的話 我只要調整兩萬七千四百 就可以滿足這樣的一個結果了 要看懂嗎 好 看第三個方法 跟這個很像 因為他算出來 第三個叫做帳靈分析法 我根據我888800的應修帳款我去分析 那未過期的呢 有五十二萬兩千 然後已經過期九十天的話呢 有十五萬兩千 那過期超過九十天 但是還沒有滿足 還沒有超過一百八十天的 有十六萬四千 然後已經超過一百八十天以上的 有五萬塊 然後根據呢 不同的帳靈也與不同的壞帳率 所以他沒有過期的呢 我認為他在評估的壞帳率是百分之二 過期超過九十天之內百分之四 然後呢 如果九十天到一百八十天之間呢 有百分之八 如果超過一百八十天以上呢 我認為收回的機率有百分之三十 這樣根據這個每個比例算出來 所以算出來之後我的帳靈分析法之下 應該要有的壞帝禮單的金額有四萬四千六百四十 好也就是說 帳靈分析法呢 好 因為呢我算出來我調整之後 然後貝禮單要有四萬四千六百四十 所以我調整錢有一萬七 我也調整多少才能夠讓他是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呢 就是兩萬七千六百四十 好 所以呢 我這個調整分析一樣借 戴帳費用兩萬七千六百四十 戴貝禮單上兩萬七千六百四十 那我的資產負債表這個例子裡面的資產負債表 八十八萬八千 去減掉我的貝禮單上調整之後 要四萬四千六百四十 所以得到的是八十四萬三千三百六十 在我的資產負債表的表達出來的企乎邊線這樣 好 這是三種方式預算 那其實第二跟第三都是算資產負債表吧 因為我先得到的是調整之後的資產被抵代到多少 然後再去推算調整錢 再去推算我調整分數要寫多少 跟幾乎多少 好這是一百八十九月到一百九十月所寫的 好 那後面呢幾個 你就自己先看一看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運休票數的問題 對這個比較簡單 前面講分數怎麼寫 後面金的怎麼算 那在會計裡頭金的怎麼算 就是一個什麼重點 對會計裡頭很多要算 但是他的算就是加減成值問題 你只是要知道什麼成什麼放在哪個地方 這是沒有知道的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應收票數的問題 那應收票數其實也跟應收賬款很像 那應收 所以應收票數也有待賬的問題 只是我們在這裡幾乎在講待賬的問題了 我們是講 因為我們今天講應收票數其實也跟應收賬款 都有比較的問題 比較的方式跟我們的應收賬款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應收票數的時候 比較單獨去講在應收票數裡頭 比較有特殊會有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應收票數以入障的時間點 跟我們的應收賬款時間 你產生權利就不會入障 第二個我們要去算的 我們要講的是他的入障的金額 那應收票數比較複雜一點點 是因為可能像我們剛剛講說 假設我賣了他一個東西 然後我跟他講好是三年之後他才付錢 好 那這個時候或者是分期付款 好 那分期付款可能也沒有利率 可能沒有利率 好 那如果你的利率跟市場利率一樣 你的收款的金額就跟他限時一樣 但是如果你的利率是跟市場利率不一樣的話 你就會有限時的問題 這跟我們第四章講的概念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應收票數就提到 他的入障金額的決定 所以你可以看191頁 理論上我的應收票數應該是因 未來可收到的利息跟本金的限時來入障 但是如果你主要以業行為所產生 主要以這些活動所產生的應收票數的話 他通常他的時間是短一年的 那短一年的話就跟應收賬款一樣 他其實就沒有什麼限時的問題 我們認為他的限時就跟那個 他的票面金額就跟他的限時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說我的時間是比較長 或者是說我要比較嚴格去計算 那我們就要去算譬如說一年這個 這9個月才會有1年 9個月之後的限值 9個月的價值跟現在的價值並不會一樣 對我入障的時候就要限值來算 但是我剛剛前面講到其實基本上 因為應收票據他的收限時間都是在1年之內 原則上我們是不用去計算 不用那麼輕輕計較 因為差異不大 所以我們就不用去管 他的6個月前後的限制有什麼不同 價值有什麼不同 但是如果我要非常的輕輕計較 或者是我的應收票據的收限時間比較長 那我們就要去用限制來入障嗎 好 那我們就要第一個要先去看一下 好 先去看 先把這張票據拿出來看 這張票據有沒有利率在上面 如果有 那我們就去評估 這個利率跟市場利率有沒有不一樣 好 如果一樣 那就沒有 他的票面的金額就會 他票面 票據上面的金額就會跟限值是一樣 但是如果他的票據上面的利率跟市場利率是不一樣 那你就是要計算他的折限值 好 那當然如果你的票據上面是沒有利率的 他一定也有折限值的問題 好 所以這邊就要去談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市利5 好 市利5 他就說合避公司 好 在192頁 他6年利1號借給3例公司 然後取得面額1萬塊 每一年年底複習一次 3年到期的票據 好 那假設 好 他這個是有票據 他已經講了 取得面額1萬塊 每一年複習一次 好 但是這1萬塊怎麼時候還 3年之後才還 好 那我們假設市場利率是10% 6個是票捏利率10% 6個是票捏利率10% 但是市場利率只有8% 好 再來是我的那個票據是不負期的 但是市場利率 就公平利率是10%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限值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分路 如果要寫分路也是蠻固定的 只差在我們的金額怎麼算 因為給你不同的票捏 我們金額的算法就 結果就不一樣了 所以第一個假設 他的市場利率是10% 然後呢 票面利率10% 那其實他的限值就是1萬塊 那你假設票據的面值是1萬塊 那你也可以算看看 好 你也可以算看看 那我們就像前面有年金 後面是負利 因為呢 每一年年底複一次利息 普通年金 好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他的限值 是不是1萬塊 乘上票面利率10% 他負幾次 負3次 好 市場利率可以10% 好 這是大批年金 再來 我3年之後 他呢 要負給我3萬塊 就是負利限值 好 你可以去把這個限值因子帶進來 這個票據的限值先算出來 第一個條件 票面利率跟市場利率都一樣 10%的話 票面金額就是等於他的限值 好 我寫給你看 你也可以代數字去算看看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呢 是票面利率是10% 但是市場利率呢 只有8% 好 再來 3年之後呢 我要還這1萬塊 然後在市場利率是8%之下的限值是多少 好 這個人可以算看看 好 那第三種是 我都不付利息 所以這個呢 他的 這不付利息 所以3年之後的1萬塊是現在多少 假設市場利率是8%之下 1萬塊的限值是多少 好 我們查一下我們的票 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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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第4章的 好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知道 未來市場上面的道德 可以看一下 固執限值如果是8% 其數是3 好 0.79383832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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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查一下复利限值10%的话呢 三期是0.751315 好 0.751315 这边有两个地方的用到 好 然后再来10%的年金限值 好 查157页 其数是3 如果是8%的年金限值的话 是2.577097 2.577097 好 如果是10% 2.486852 2.486852 好 所以我们来试算看一看就知道了 好 所以第一个呢 我刚刚已经讲说这个算算 第一个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等于10万 第二个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算算是什么 大于10万 第三个一定是小的10万 还是小于1万 好 因为票面利率比较高 市场利率比较低的话一定什么 会低降 好 这是我们之前也有讲过的 好 那我们来试 我们算看看就知道了 假设第一个1万乘上 我们来证明第一个 算算也是10万 好 乘上10% 乘上2.486852 再1万乘上0.751315 0.751315 好 算算 1万乘上10% 乘上2.486852 再加1万乘上0.751315 可以是10万 可以给1万 没问题 对 第一个我已经证明完了 在1万乘上10%乘上 如果市场利率是8%的话 这个数码是2.577097 2.577097 好 再加1万乘上0.793832 点7.3832 所以算算是10万575 1万05515 1057 好 这是 像这个呢 越会影响我后续的期待 所以我就要同步 再加2个习惯 好 1万乘上10% 乘上2.577097 加上1万乘上0.793832 好 10515 没错 那我们再看税下面的 1万乘上1万乘上0.751315 所以是7513 好 它的限值 它的限值 好 我们算出来之后才要写分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分路要怎么写 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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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个我们是借给人家 那第一个限值如果是1万的话 表示我借给人家也是1万 好 所以 所以 插6年1月1号的时候 我们要几个时间点做分路 因为是插6年的1月1号 插6年的12月31号 插7年的12月31号 插7年的12月31号 插8年的12月31号 三个时间点 因为我刚好借的是3年 好 所以我们就要写这3年的分数同行 好 插1年1月1号 好 我的分路既然借钱给人家 所以我先带现金 借应收 借款 好 其实呢 我比较不喜欢借应收档盘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除非你是什么 除非你是金钱业者 就是你是银行嘛 你借钱给人家是你的本业 原本应收账款应该是什么 你的主要营业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利用 好 这个例子里头呢 我们看不出来 他是不是 这个是他的本业 因为他只是告诉我们说 他借钱给这个三立公司 他并没有告诉我他是金钱业者或不是 好 那他可是他有开票据 对不起 因为他开了票据 因为我们现在讲是票据 对 应收票据 那我会比较赞成呢 可能要把他推理一下 他不是主要营业行产生的 所以你比较把他注明一下 是借钱给人家做产生的票据 我比较赞成一下 比如说了 你的会计份如果设计得好 你在管理上可以做比较大的一个功能 好 因为在管理上面 也可以从会计资料里头做 能够管理的一个这个决策 好 那我们移送上去 所以第一个例子呢 我是一万块 我借人家一万块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 我借人家呢 不会借一万块 我借人家比例超过一万块 好 所以这张票据呢 可是我借我的票据的金额是一万块 所以基本上 我比较习惯我会票据写一万块 因为票据的面额是一万块 但是我借给他的是一万零五百一十五 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 票据的面额只有一万块而已啊 可是呢 我借给他的金额 现金是一万零五百一十五 因为算过了 如果根据他给我市场领域 大概都是什么 公平的情况之下嘛 所以我给他的金额一定会超过 这个 我借给他的金额一定会超过票据的面额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任务一个会计科目 我们叫做 应收票据 地价 但课本上面有可能会怎么写呢 他就写 应收票据 一万零五百一十五 也可以 可是我这样写 我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写的原因是说 我充分去表达出来这张应收票据 他的面值就是一万块 好 所以我这边会多出五百零五 好 第三种情形 好 如果我借给他的 他是无息的票据 但是呢 我已经不会什么 无息借给他 所以我应收票据一万 月面额一万 我借给他 只借了什么 七五一三 最中间会差了二 四 八 七 是我的什么 应收票据 怎么这样 好 我看他都写红色的话 第三个呢 因为我的票据的面额比较大 而我借他的金额没那么多 所以我叫做 应收票据测架 好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说 如果我这个差六年一月一号 把钱借给人家之后 差六年那天呢 我这个五点下班之后颠倒了的话 我这张应收票据的价值有多少 呈现在我的资产负债表的 应收票据的价值有多少 第一个例子 就一万块 应收票据 就单纯而已嘛 一万块 第二个例子 我的应收票据的金额是多少 应收票据加上应收票据亿价 所以我的应收票据 在差六年一月一号那天的价值 是一万零五百一十五 好 那如果说我是第三种情形 那我的票 我的应收账款 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应收票据 这张的价值是多少 是七五一一三 因为我的应收票据减折价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课文上面可能写法呢 他是把它整个都写在一起 就是他都通常叫做一收票据 他有了 他有把它分出来 他一收票据折价 他也有书上把它写成他的种了 也可以 好 那这是第一个 我先告诉你说 我这样写这张票据 第一种情形 这张票据的限值就一万块 第二种情形 这张票据在差六年一月一号的限值 就是一万零五百一十五 第三个例子呢 是 这张票据在差六年一月一号的价值 就是七千五百一十三 好 所以只是用科目去把它不同的呈现而已 但因为票据上面是一万块 所以我就一万块去入账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差六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就重点来啰 好 不是这一天做完就好啦 好 票据折亿价 它的相对科目都是什么 跟利息并有关系 好 大家这样都跟利息并有关系 那第一个例子呢 好 因为我每年年底付利息 好 所以在差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呢 我借利息费用 第一个例子 好 贷现金 因为我付利息 好 那我呢 第一个例子 因为我票据利息也是 跟市场利息都一样 所以我每次借现金 借利息费用 贷现金一千块 第二个例子呢 好 第二个例子呢 因为我要 我付利息的时候 是根据票据金额成长 票据利息 我收利息啦 因为现在我是一手票据 对不起 写反了 因为我现在是收 我这是债权 所以我是会拿到现金 那承认利息收入 好 因为我是债权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第一个情况 你票据利息也是百分之十 市场利息也是百分之十 我就借现金 贷利息收入一千块 那第二个例子呢 我票据利息是百分之十 就我收到的现金是一千块 可以当时讲好的 好 根据票面利率乘上票面金额 是承认我收到的现金 因为大家是当初写好的 但是呢 我的利息收入 是必须根据市场利息来的 那我的市场利率是多少 我这次一万块 乘上市场利息有百分之八 所以我只会收到利息收入是八百块 可是市场我收到的是一千块啊 就我有另外的两百块 叫做什么 就是我刚刚这边 第二个例子是有个运收票据益价 这个益价 我们说折益价 它的相对客户就是利息费用 这个折益价必须在这张票据的 存续期间里头去把它拍销掉 然后它相对客户就是利息费用啊 原来发现益价在贷方 借方 它益价在借方 所以我要把它 我要冲销它的话呢 要奔贪它 都说它写在贷方 所以它这个时候本来是借 我把两个分数写在一起啊 本来是借现金贷利息费用一千块 然后再来借利息收入 对不起 借现金贷利息收入一千块 好 那我现在是借利息收入贷应修票去益价 好 因为我要开销它 两百块 等一下 我这张票据 对不起 这里应该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讲我这张票据的不是两百块 因为我这张票据的 借钱了那一天的金额是 等于是说我实际上借给它是一万年五百一十五 一零五一五吧 乘下百分之八 这个金额是两百块 因为我借它的金额 实际上借它的金额是一零五一五 这样看懂吗 因为你看我是不是带现金是借给它 实际上借给它一零五一五 实际上给我一张一万块的票据 那上面呢 有著名的利率是百分之十 好 那我刚刚算这么多 就告诉你说 那我实际上借给它多少钱 所以我借给它是一零五一五 所以根据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八的话 那我就要扣掉 就去承认的利息收入 好 根据这边不是直接从交房 一零五一五乘上百分之八 我的利息是八四一 好 这边我的利息是八四一 但是我实际上拿到的现金是一千块呀 好 八四一 所以呢 我承认的 那个溢价摊销的金额是一五九 大家看懂吗 好 因为我实际上借它来是这个金额 你可以看嘛 我的部罪是不是带现金 是不是借它这个金额 那我算的时候呢 因为它付我利息的现金 是根据票面上面的记载来做的 票面上面的金额是一千一万块 然后利率是百分之十 对不是一万块只要百分之十 它要付给我一千块的现金 但是多少是我的利息 收入是多少 好 我根据有交易率嘛 因为我记得它的本金是一万年五百一十五 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八 所以我承认的利息收入是八百四十一 那我拿到的金额超过八百四十一的地方 就是我摊销之前所承认的利涯 这样看懂吗 好 那第三个呢 好 我借给它的金额是七五一三 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十 可是因为这个例子里面 它已经讲了喔 这三年呢 它是不是告诉你不付钱 第三个条件呢 是不是告诉你说呢 它呢没有利息 然后市场利息是百分之十 换言之 你借给它的钱呢 这三年的年底都没有利息收入 是最后一年 它才是付给你十 就还给你一万块的 所以它虽然没有付你钱 可是呢 没有付你利息 可是你要知道 我当时候借给它七千五百一十三 它最后会还我一万块 那这当中是不是有一定 还是有利息存在 所以它的折议价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跟利息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要算 那因为我只有借它 实际上我借给它 那你看你贷现金就七千五百一十三嘛 就等于说你实际上 只有借给它七千五百一十三而已 所以我年底一样 借钱还有不付利息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呢 我一定还是有利息收入 只是我到时候一次收而已 所以像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第一年年底 我没有收到借 好 所以我就不能代祟借金 我会代祟的是什么 印收票率折价 好 印收票率折价 中间是什么 好 我写在下面 这个时候呢 我有印收票率折价 要去通宵它 一样啊 跟借价一样 这个折价呢 我在这个票据的存据期间 什么 有 那个有 应该有 应该是吗 有效率的 或者是 甚至到市场利益去做贷销 好 所以呢 七千五百十三 今年的利息是多少呢 就是百分之十嘛 所以我的贷销的金额是七一 七五一 带什么 带利息收入七五一 虽然我没有拿到钱 就是 我借它的钱就是四十 所以我还是会成全利息收入七千 七百五十一 好 这是差六年 那差七年呢 我一定要写到差八年 课本上虽然有写了 但是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会不会讲得太仔细了 你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是 好 我们看一下 在差七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情况一 一样我是拿到现金一千块 才是利息收入一千块 但是第二种情况呢 原来我这张票据的价值有10515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这10515是 原来是一万块的票据的金额 加上我溢价的金额是不是515 但是第一年年底 我溢价已经减少了159 所以我这张票据在差七年初的时候的价值 就没有10515那么多了 所以是10515减价149 这是大概10366 10366 然后乘上市场率是百分之八 因为市场的有效率只有百分之八 这张票据在差六年第一年 我摊销完之后 这张票据的价值 或者是它的账面金额 就只剩下10366 所以这张市场率率是百分之八 所以呢 我第二年呢 承认的利息收入就是829 好 829 但是我拿到的现金还是一千块 为什么 它负标我的现金就是借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乘上票面金额 一万块成的百分之十来的 所以我还是拿到一千块 可是一千块里面的有一部分是什么 是利息有一部分是还本金嘛 是甚至还本金的意思 所以我这边呢 一样会产生的是利息 应修票据溢价探销的金额 跟前面一样 跟这里一样 是下一个年度喔 所以呢 我利息收票据折家的金额呢 利家的金额 摊销金额是一百七十一 再两个加起来 刚刚十一千块嘛 好 那第三种情形呢 一样我是承认我没有收到钱 所以我叫做什么 应收票据折家的金额 在第一年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的应收票据是不是一万块 减掉我折家的金额是二四八七嘛 所以我那时候的金额才是七五一三 但是现在呢 我二四八七的应收票据折家 第一年已经摊销了多少 第一年年有是不是摊销了七五十一 所以呢 我的折家金额就没有那么多了 好 所以呢 我的折家 在第一年做完之后 我呢 一万块去减掉 好 我是什么 二四八七 减掉七五一 我的会摊销折家金额是一七三六 所以呢 我的账列金额是八六二四 好 这边呢 剩下八六二四 乘上百分之十 因为市场平均是百分之十 八二六四 写反来 这边减完之后是八二六四 所以百分之十 我所以承认应收票据折价的金额是八二六 承认的利息收入就是八二六 所以我是借应收票据折价八二六 代利息收入八二六 好 最后一年 差八年底 第一种 第一个例子呢 我是会拿到现金 一万零一千 为什么一万一千 一万一千 一万一千 因为有一千是利息收入 有一万是应收票据到期 借款要返钱 是必要iate SEO 一万一千 对 替上只存交付一万一个 所以非 хозя 从会交易さ Ana 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 因為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等於公平利率 第二種情形呢 你要看 因為我原來的10 原來的10加上515這個地價的 減掉我第一次是159 第二次171 所以我現在欠我的第三年開始 我的運收票區的價值 就515減掉159 減掉171 所以剩下來的是10185 好 第三年一開始我剩10185 所以這樣成長8%的市場利率 所以我要成就一個利息收入了 所以剩下點08 所以是815 好 好 我要承認的利息收入是815 可是我會拿到的現金呢 一樣 因為到期要還本嘛 所以是我的運收票區一樣 要還本 1萬塊 好 那我這邊呢 好 那我這邊呢 差這樣喔 我拿到的現金是1萬1千 所以你可以算啊 這兩邊加起來就不平衡嘛 怎麼樣 因為我這邊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應付票區 預約要看一下 好 預約的票區 預約要看一下 好 應收票區 預約要看一下 好 應收票區 預約要看一下 所以這兩邊就有什麼樣子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紅色的這三個 這個加起來是不是515 我上面是不是運收票據預價 就是515 所以這邊加起來也是 這三個數字加起來也是515 所以印價的金額就貪銷完了 這樣看懂嗎? 好 那如果說呢 我像剛剛講的這個 好 我每一年都沒有收到錢 好 那這邊第三個例子是 我第三年一次收到1萬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是借現金 一定我拿到現金是1萬塊 好 因為它沒有利息 我只會收到現金1萬塊 然後呢 我的運收票據也1萬塊 但是呢 我還是有什麼? 利息收入 還是有利息收入 這個利息收入呢 好 我們現在是不是 我的利息呢 我第二年之後的 應收票據的帳面價值 因為我原來是不是 好 1萬塊 那因為開始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責價減了2百 2千4百8十七 這意向的金額第一年碳銷751 所以我意向沒那麼多 第二年又碳銷了826 所以我的這個運收票據的帳面價值 在第三年一開始是把2487減掉 751減掉826 所以剩下的是910 所以我這個運收票據呢 在第三年一開始的帳面價值是9090 把他的票面金額去減掉 他未貪銷的折價金額 所以我的運收票據的帳面金額是9090 好 所以第三年 你看有利息收入啊 根據我欠款的909010% 所以呢 是909 好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有個尾數差 最後有個尾數差 所以我的利息收入是990 好 那我這邊一樣有個運收票據的帳價 最後也是他910 我把它充掉 910 就充掉了 好 這三個不同條件之下 三年所做的交易分路就這樣子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說 雖然我的票面利率 或者是我上面沒有承認票面利率 但是事實上你所承認 所產生的利息收入 都是根據市場利率40%來的 只是你的借款金額是多少 好 每個條件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 雖然他給你的是 開了一張票據的面額是1萬塊 但是一種情形 他票面利率跟市場利率是一樣的 第二種情形 票面利率10% 但是市場利率只有8% 第三種情形是 我們也有票面利率 但是我的市場利率是10% 結果是怎麼樣 就是像這邊寫的 所以跟課本上寫的應該都完全一樣 好 這是植課本上面的字寫到 X6年跟X6年底 上面往下寫 X7年X8年 所以X8年做完 本金那個命收票給也收到錢了 就怎麼結束了 好 這個是 市利股的整個切換 好 這是課本上面給的例子 好 那市利股只是告訴你說 你怎麼去算他的公平利率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在我們的第四章裡面 然後我知道限制 知道終止 我知道期間 不知道利股的被算 所以市利股就類似這樣 只是他把套上 把它用在我們的會計 就是公司的商業交易上面而已 好 所以像這邊呢 我們很快帶過去 他說呢 X6年的7月1號呢 裴鋼公司 將帳面金額250萬的土地 售與裴鋼公司 收到598萬9500 好 三年期股息票率一指 那這個市場利率呢 公平利率不知道 那假設呢 這個土地金鑽 那個鑑定專家呢 鑑定的價值是450萬 那問你他相關的分率 所以你可以知道是什麼 好 我收到的終止是598萬9500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跟我們第四章有講的 終止限值來判斷 好 我知道了終止 三年之後 我收到的終止是598萬9500 那限值是多少 限值不是上面價值 我們現在請鑑定專家 來鑑定現在的市場的 這個市場的一個情形來 平估這塊土地的限值是400去萬 期間三年 利率不至大 所以你就是推算了 要看懂嗎 只是推算出來之後 你再去做分析 好 所以這個勢力6 就不講了 好 所以勢力6 請你大家回去做一下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好 那勢力7也是類似的 勢力7呢 他說了 天鋼公司代理天運公司50萬 然後呢 自天運公司取得五年期面額50萬的 不復席票據一值 好 不復席喔 那但是呢 有什麼樣的條件呢 他說天運公司呢 允諾天鋼公司今後 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來向他買 猛項那個商品2萬的單位 然後呢 第一年呢 他是買了8萬 8千 然後每個單位的購價是50塊 那換言之呢 他省下利息 他沒有拿到利息 那他說什麼 他沒有拿到利息 他得到什麼 他得到可以比較便宜的金額去買到他的商品 所以等於說你的利息還是有 雖然說告訴你不復席 雖然告訴你你買到的金額是比較便宜 但是事實上我就說了 在商延商 他只是把利息轉換成你買的價格而已 買的價格比較便宜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承認利息收入 那你這個利息收入沒有拿到錢啊 因為他是不復席 沒有拿到錢 所以你相對於就是你的存貨的成本要增加 好 就等於說 如果說那個 我們比較簡單一點講 如果同學去外面住房子 他說我每個月啊 你要先收押金2個月 好 那每個月的房租3千萬 好 但是呢 這個押金呢 可以到你最後呢 比如說你只住1年嘛 那你第9個月第10個月 假設啦 就是說 基本上押金的性質不是為了去抵他的 抵他的房租 基本上押金 房東會給你收押金呢 絕大的目的 絕大的原心 因為萬一你不愛護這個房子 好我的房間呢 被你弄個萬七八糟